向云端 落叶的位置 我操 扑出一首诗 时间在消失 谁要求的 他要求你 他要求你 那你自己听啊 我刚唱两句就唱出来难 就听出来难听了是吗 紫瑜你唱歌真的是这样是吗 我从小就唱歌不好听 我早就听说你唱歌 但我有几首歌唱得还不错 哪首 剩下的果实 来 也许放弃 来唱八个字就行 我听听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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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这一首歌走天下了 但再往后能不能跑呢 不能 我这一整首都有 我有这个舞台的 你送一下我的名字 这是完全凭记忆力唱的是吧 对 因为我听不懂音准 我唱歌都是记旋律 唱不准是因为耳朵不好 唱歌好调就是因为你听不准 我不只是听不准 我是听斗然 咪发 萨拉西都 都是一个音 哇塞 这是病啊 你啊 不是听不出来 是你小的时候应该没这方面训练 对 我学了 我小的时候我妈为了想要练我这个 还让我去学钢琴 还学了大提琴 我每天就是扑弄老师 根本都听不懂 然后我就装听懂了 我听到了什么 这是惩罚你们的 还惩罚什么 惩罚谁呢 惩罚整个村的 对着他唱 这是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 这个世界很无情 谢谢你说一声 爱你 我很想听 四叶 你你你你歇会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叶哥不让我唱一乐 哈哈 喂喂喂 我总说不清楚 该怎么明了 我看你我的wa 爱情累不及迫劳 葬送在风火的晚响 滚 被拥抱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微笑 是吗 所以你 我对我 真的 被我握手 帮我穿褲笔 给你了 爷爷的优 不对 帮我穿褲笔 好 怎么唱来的 我想想大勋的那个感觉 他只是经过 你的 时间并没有停留 你给的温柔 温柔 所有都被一笔得过 他从做的话 有没有兑现 你心里有战斑 写在对面 也要让你站在 偶遇中的街 交铃的正眼 曾被他逛过的每个路口 为何你停留不走 低头想了很多 还是我吗 每一句 goodbye goodnight 慢慢绝对拥不难 他给的伤害 还在 变成噩梦 你醒不来 偶遇我 我 你 我 他 他 我 他 我 他 他 我 他 我 你 跟来一个正宗蒙古舞 其实你会跳对不对 来 大喜上 我 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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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谁会跳 一块 什么民族都行 不 我 俺家我经纪人是跳舞的 也是跳蒙古舞的 是吧 跟你搭点 这样你把你经纪人请上来 跟他跳一段 可以可以 一块 咱家经纪人吧 看着不像跳舞的 再跳一段好 来 上来 这小胖嘴一个 这样跳舞的 我看出来了 跳 坤儿老硬了 老硬了 坤儿 太帅了 有点 好帅 上来就拿看家的动作 咱们 拿下来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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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者 大喜 大喜 快点 你看 专业 互动一下 确实行 有功点 鼓舞 漂亮 好 太好了 一共没跳俩动作 很漂亮 哥 把我教你那几个舞步拿出来 诚哥 疼哥 一二咋俩 咋俩 过去 可以 好 练花晚会的感觉 对 一二还行 不用这尖斗就可以 我刚才看它滚地上来的 这不是红眼 撒泼 这是 哈哈哈哈 叶哥说你们俩是撒泼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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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看到我 一天 萬一 是 這首歌 是 有 有 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得来一个 好 你得来个啥呀 朋友 要个气氛往上顶的 往上顶的 毛驴啦 毛驴 走不出哪个圈 哇塞 经历哈马 他就能看见 巴巴拉的一块片 哦 本来就有 笔直的一条线 天涯 三月零游 嘿 哈哈哈哈 哎哎呀 走 哎哎呀 我特别喜欢东北东北琴 小妹妹送我的狼牙 送到了大门洞 哎 哦没这没有 天涯上这个老田野 下雨又刮风 这就东北琴 嗯对 乐乐唱着有味啊 乐乐唱着有味 他人是学啊 哈哈哈 相声啊 讲究 拖鞋斗唱 啊 哈哈哈哈 来吧 再整一曲 最后一首歌吧 最后一首歌 还是那首歌 啊 我觉得也到气氛了 走走 献丑的都献完了 哈哈哈哈 已经没有吵了 哎呦 仰眼啊 这俩人仰眼啊 太仰眼了 这首歌 应该大家都会唱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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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眼啊 这俩人仰眼啊 这俩人仰眼啊 太仰眼了 这首歌应该大家都会唱 我会唱到你叫我 我好 我好 好 我好 最后一首歌 是 咱们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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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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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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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二十二十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 时间比大都市要慢一倍 这样才能有时间体验大自然 体会生活 读懂朋友 幸会 想你哥 想你 跟朋友相聚感受大自然吧 不同于在城市里忙碌于工作的生活 其实还是不同的感受吧 好漂亮 在这么美的大自然中 你就能吸收所有的一切 给你的能量 我就很想要更多的能量 补出我自己 我跟他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就好像是一群好了很久的哥们 一起出来玩 一起来感受大自然 所以大自然确实有很多磁场 给你很多力量 挺享受这两天的时光 哎呀 好美呀 这么美的一个地方 你就忘记了时间 跟朋友在一起 就一下子让你离开了城市的那种 喧闹快节奏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是要慢下来的 可能以往的综艺给观众或者给大家的感觉 我是一个挺爱向的 但那个有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那节目不止录了一季 这一季过去了 我好像刚刚跟大家熟了起了 我可以很放松地去表达自己 膝盖不太好 这一次我觉得我自己而言 可能大家觉得我还是话很少 比较内心 但我已经很突破了 而且小白的那个浙定非常好 就是我第一季 我不怎么说话 我说话的时候在第二季 所以你每一个节目 你至少得用我两季 智慧 小白你才是大智慧的人 能跟那个哥哥姐姐们 一块出来感受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 其实觉得还是 就虽然有时候也觉得就是 表现的不是那么 但是还是很开心的 就是因为遇上了很对的人 我也是一个 话不是那么多的人 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就第二季见吧 哦 哦 再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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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多少时间能浪费 还有多少人越红队 烦恼和忧愁积攒 任何一个地方都值得来看看 真的是震撼 跟朋友一块出行感受大自然 其实慢下来了 和很多老朋友在这里相避 特别享受在那个过程中 真正的情报变 出来玩怎么人都换了个人 我全身心投入 玩得非常开心 很珍惜在大自然的时光 先在就出发 我最后一会来慢点继续去海 BYE